可能会发现成名之后 王杰在他所有的演唱会上 几乎不会穿花花绿绿的演出服 尤其是红色的演出服 他更是从来不穿 据说当年他在歌厅当伙计的时候 穿着红色的西装 经常被一些挑剔的顾客挖苦讽刺 所以成名之后 他恨极了红色的衣服 从此上台绝不穿红色演出服 那时候的王杰也是平凡的更换工作 因为他性格沉默寡言 人又很耿直 不愿意屈言覆试 不懂得人情事故 所以经常和客人吵起来 歌厅的工作干不长久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份工作 去做龙虎舞师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技演员 有一次王杰在做一次特技表演的时候 出了意外 也就是这时候 他碰到消失了几年的父亲 全身有一半都不能动 就大家赶快抬抬抬抬抬 我爸刚好也就在那边休息 哎呀他也跑来凑热闹 他不知道我是谁 他不知道而不认得我是谁 但你看到他了 我看到他了 其实我一早知道他是我父亲 因为毕竟他是名人 事后父亲得知出事的武航 是自己的儿子 联邦赶到医院去看受伤的王杰 但是王杰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帮忙 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家 但他对父亲曾经的抛弃 无法释怀 他的心里已经对父亲关上了感情的大门 也就在这段时间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给了他家一样的温暖 让王杰体会到了感情 却也成了他一生的亏欠和遗憾 王杰碰到的这个人 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说起两个人的相遇 特别像电影里的情节 故事实际上长到一部电影 要分好几集才拍得完 我就在那个叫什么安全楼梯门 安全门的楼梯外面 就听到我收工 我听到有些哭声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行侠仗义的人 那时候因为就是看到这种情况 我当然这个时候英雄救美 就大家就干上 就是拖着我的前妻的手 就在在中华路 台北西门町那个中华路 给几十个人追 在乱马路跑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跑得这么快 我从小到大都跑不快的 不知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前妻跑得 跑得比我还快 从小混混手里救下了那个女孩 然后她们躲藏在一个小旅馆 不敢出来 也就在这次 两个懵懵懂懂的年轻人 没有经过任何心理准备 出肠禁果犯下了错误 不久之后 女孩告诉她她怀孕了 而在当时这是触犯法律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结婚 女孩的家里自然是不同意 但两个人坚持要走到一起 就这样 王杰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用两瓶酸奶 一个苹果面包 在天桥下举办了她们的婚礼 王杰在访谈中回忆 这是最浪漫的婚礼 无论温柔的眼神 还是幸福的语气 都让人们坚信 即便是懵懵懂懂犯下的错误 里面却确定无疑是有真情的 之后 19岁的王杰当了爸爸 我女儿是早产 她只有六个月就生下了 我女儿生下 我第一眼看到我快昏掉 我们不懂 就没有做过爸爸 也没有看过婴儿长什么样子 只知道 怎么全身透明的 又一堆那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胎质还是脂肪包的全身在外面 就只看到两个眼睛 很微弱的眼睛 包括连那个心脏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吓坏了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 王杰碰到了自己的母亲和舅舅 可是对于母亲 她却形同陌路 她的母亲也没有为当初的抛弃 表示出愧疚和歉意 台湾有她的父亲 有她的母亲 可是这里却没有她的家 而这时候 唯一让她感觉温暖的 就是自己的妻子 和刚刚出世的女儿 这时候的王杰 还没有台湾的身份证 为了给妻子孩子弄到台湾户口 让他们更稳定的生活 王杰决定去服兵役 这样三天之后 他服完兵役回来 就可以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了 就可以在台湾长期居住 并且可以有稳定的工作 他把妻子托付给自己的舅舅 然后去了部队 然而有一次探亲回家 等待她的并不是设想的温馨场面 反而是一个悲剧 王杰回到舅舅家 却只看到了早产的女儿 而妻子已经不见了 她的本性 王杰 王杰后来才知道 他的妻子和母亲发生了矛盾 妻子忍受不了王杰母亲的强势 带着遗憾 无奈地丢下孩子离开了 王杰成名以后 也曾找过他的第一任妻子 却没有找到 而多年以后 王杰才晓得 其实女孩也来找过他 却被母亲拦下了 而那时两人还住在同一街区 咫尺天涯 从此两格 他的第一任妻子 因此成为他此生最愧疚的人 我看到现在这样穿 这种姿势 真的是让我想起好多事情 如果时光可以再倒流的话 我真的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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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服完兵役回到家的王杰 被迫从舅舅家临走女儿 开始独自一人抚养他 王杰做什么工作 都要把女儿带在身边 但即便王杰拼尽了权力 依然没能让女儿过上温饱的生活 集一顿饱一顿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也试过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霸王餐 试过吃饭到餐厅 为了让他吃一顿饱的 再叫朋友把他先带走 然后我留在餐厅 然后过一会 只要有人一开门 我就往外冲 我也干过这种事情 可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他肚子太饿了 那段日子 王杰拼命地工作挣钱 但是要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女儿 谈何容易 相比于自己的穷困潦倒 女儿的懂事 乖巧 是给王杰最大的安慰 那段难忘的日子 也成了王杰今生最宝贵的回忆 要不要吃面 吃洋葱面好不好 老板 那天真的好穷 我看数数钱都不够了 只够叫一颗卤蛋 老板 老板再加一颗卤蛋 就是一碗大洋葱面 一颗卤蛋 那我就叫老板把一个碗拿来 我就夹了一点一个碗 小的我就自己吃那碗 然后咬了一点洋葱面的汤 但是那年也想不到 他这么小一个小孩子 他既然会拿个筷子 就是把那个卤蛋给戳下去 然后一个筷子 他会讲一句 就爸爸我们一人一半 哇那个时候我低的头 那个那种眼泪真的是快出来 后来我就只是轻轻地咬了一小口 我还是把这个卤蛋给我女儿吃 因为它真的是营养不良 瘦到不得了 瘦到不得了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发誓说 我有一天 我不管再怎么样被人家欺负 或者不管再怎么样辛苦 我说我一定有一天要成功 那时候王吉的梦想是 能够每天让女儿吃上卤蛋 好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在她的心里 女儿就是她的全部 甚至是她的生命 王吉的内心里 有太多的苦 太多的酸 工作中受的伤 不仅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 更和感情的伤一同 刻在了她的心里 她积蓄了太多的情绪 想要诉说 于是 不善言谈的她 开始写歌 一方面靠卖歌来维持生计 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女儿 一方面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述自己的心情 然而 她一定不曾想到 这样不经意的一些举动 竟然成为她走上明星之路的开始 一个曾经穷困落寞 寂寞无助的青年 竟然在此后几年里迅速的崛起 成为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 王杰的传奇 是如何助就的呢 她是闯荡歌坛的悲情浪子 她是驰骋圈内的极绕呼应 她的歌苍僧而悲凉 浓缩为一个时代的音符 她的人忧生而孤独 幻化成一个落寞的身影 从穷困潦倒到一夜爆红 繁华背后却是无尽的心酸 她戏剧般的人生背后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身为一代巨星 她为何称自己是 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 敬请收看穿越经典巨星传奇之 王杰 王者归来 下集